嗨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一周廣故 又是我和Peter在這裏 我們這兩個大傘 老傘 沒錯 我們老傘要拍的 難道在這裏扮大壺嗎 但是大家都和大家一起看最近的市況 至少是好了些 比我們上個星期 上個星期我記得本來是爆風球那天的 但是之後我們星期五 對啦 爆風球選了星期五拍 對比上個星期初的時候 現在就好些 有一點互調 但感覺又是 錯一錯上去之後又會跌下去 至少由 10月底最低到14600 收視 現在我們錄影的時間 其實就是星期三 10月9日 剛剛下午開始的時候 現在是16300 即是在這 一個星期或一個多星期 就升回 1400 1400 1500 但是剛剛你所說的 大概是10% 沒錯 沒有2000 還未有2000 即是十多 十頭的% 我想大家都會 可能會舒服些 應該是這樣說的 本身有買了 坐在那些 就會舒服些 但是 這個就舒服些 很多人去到這個時候 又想買 因為看到好像 那時候跌得到14000 這麼急 那時候夠膽買的勇者 當然這是少數 現在回到16000 有時跟朋友聊天 他們又想買 是啊 放心你買不買 Peter 現在我不買 因為上一集我講過 別人恐懼是 我貪念 現在大家都準備買的時候 我就不會買 這個情況 我在前一集也有講過 晚四點的時候 我是打算買的 但是現在上去的時候 我就真的要看清楚 究竟是發生什麼事 是啊 是 因為 都不少人這樣跟我說 都說 現在16000 是不是想買回來 他們可能一路跌下來 一路都 買一下少少 買一下少少 可能18000買一買 18000買一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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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18000買一買 其實你剛才說的想法 是我的看法 我覺得 如果看回市況 其實這裡有 從9月 到10月 到10月底 一路下來的時候 我都知道 不少人是在18000買的 18000買的 18000買的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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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那時候大家都覺得 三月份的低位是18000多 所以 又升到18000的時候 又買 就覺得 好像三月那次 又可以彈回2萬多 那不是 OK 然後跌到14000 又嚇到傻 所以 現在升到16000 升到接近2000 2000 2000點上去 所以如果我現在看 16000 17000 這個位置 如果一去到這個位置 可能會有些人想 銷售 都不定 所以 除非它很明顯地 勝算 那 那 可能 trend 會好很多 但是 至少我見到 就未必是現在 除非很短線 很短炒 就說 所以 反過來 其實我現在都會看 一些 西家股 因為 其實我留意到 炒賣股票的市場上面 都有些是升到40幾個% 都相對性 但是 大家買開的藍炒 都不是說 升幾個% 都不是說 小的 如果你買很大的話 但是 你不想買很多 但是 這個時候 又想入下C的話 有些風險高一點的 世界股 其實我見到 有四十幾個% 都會升到 那 待會就交給你說 那我們 先回應一個 網民的問題 有一位網民 就說 他 保持內銀 保持內銀 其實是長期拿來收息的 因為 內銀一直在說 可能是 6至8厘 過往 現在跌了 就更加多 差不多到10厘 還保持不保持 他就沒有說哪隻 他說大約3.7 如果我見到3.7 應該是 工商銀行 如果 他說3.7 這個價錢 因為現在 剛剛我們正在錄的時候 大約3.59 因為 內銀 其實幾 你看幾間內銀 福克克 都是這樣 就是公行 都是在 10月底 那時候 突然間 變差了 再跌穿一下 然後這幾天 就升上去 一點點 其實內銀 我自己也有保持 也有保持 你問我 如果 我相信 大部分人買內銀 都是 為了收息 我覺得暫時 又不太需要 那麼害怕 原本 我看內銀 可能會連內房一起看 內地房地產 但是內地房地產 其實最近 也有個反彈 所以 再加上現在 政府去說 房地產 那個融資的問題 會 去處理 所以 變了 不用那麼害怕 特別是內銀 而且 特別是公行 因為公行 上個星期 他出了一個 業績是OK的 公行是不錯的 所以 就是 回應 網民的問題 先 好了 Peter 你說最近 沒有買股票 沒有 是 主要是覺得 因為 多人買 所以想 其中 我是看到 因為新聞 其實我看到 看回他們 那些股票全部都是做回購的動作 他們回購的話 其實如果他們回購完股價都不升的話 其實很有問題 但是他們回購了升 正常是一個很合理的情況 所以現在他們很多的 我們以一個 股民的心態就是 看到那隻股票升的時候 第一時間就是想 應不應該買 是的 那他 升的原因就是 他回購 所以升的 那問題來了 他回購升 然後有人進 有人買 那他自然的股價就會升 但是他回購這個動作 是一下子 他不會持續回購的 好笑話 他不會不停 每天都在那裡 不停回購的 那所以 我會看 定一點 可能看多大概 大概 一個 一個禮拜多一點 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情 是 看看他的痕跡 究竟是繼續 持續升上去 還是 又再好像之前 在那個位置 很久了 是 因為你說回購 通常 你說得對 是一些比較短期的 效果 它不是一個很長期的效果 反而 而且最近 可能大家 特別是歐美那邊 特別是美國現在中期選舉 現在就在選舉中 那麼 最快的結果 都要明天 才能出到 所以現在 美國那邊 雖然 我看回昨晚 我去準備看資料的時候 都看一看 一些美股 這樣 雖然我看到 現在的 這個美股市 就是 升得不少 在短短 由十月中 去到現在的時候 那 就說 由兩萬八 升到三萬三 它又有些木頭傘 搞事 是啊 其實這個升幅來說 挺多的 但是 現在當然要看 中期選舉 還有 說的是 星期四晚 都會公佈CPI 之前一路通脹問題 都講得很多 那 星期四 香港時間的星期四晚 看看公佈CPI 會不會 如果創新高的時候 可能 大家又再怕 多些加息 那 所以 你說過了這個星期 才去 看定些 我覺得是 穩陣的做法 除非大家很短線 你說很多錢 是啊 如果你很短線 那 當然跟初過買 也是贏的 但是 最重要是要知道自己做什麼 特別是 現在 買 就是 內銀 除非你 借錢來買 但是 如果不是的話 就可以 長線一點 都可以 嗯 那 最近 你比較多看一些 新股 是不是 因為我在看 如果 那個銀子真的升到10% 究竟 現在 我們的股民 是在炒什麼呢 是啊 是的 究竟還有些 就是 有些人 都喜歡 投資 喜歡賺錢 投機 有些什麼好的股票 是會 升幅大呢 或者可以賺得多些錢呢 那我就開始去看 一些世價股 就是開始去看 究竟那個升幅 哪些股票 升得最多 但是 每天都不同 很誇張 但是 他們每天都是 可能有些 升成40% 是的 但是 反過來他們跌的 其實就有跌 10% 左右 所以 真的要看很多新聞 你才可以買到 是 你說 世價股的話 現在更加是 更加是 更加是難玩 因為如果你說 股票很好的時候 可能你可以這樣 做一些 這麼進攻型的 搏一搏 可能搏到一個 很好的回報 賺不少 但是 現在又難一點 所以 如果 你看回大股票的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一些 這個消息 就是說 中正監那邊 就說 現在的 胡廣通和深廣通 他的交易日數 不算特別多 現在 中正監就說 想將交易日數 去增加 多些日子 可以交易 當然 有些 有很多人會覺得 這是一個算是好消息 至少講交所 如果大家平時 有留意 三八八的話 至少他 看到他這期 都是跟著大市 正在升 之前有沒有買過 全民查股 沒有買過 沒有買過 是嗎? OK 有這樣的消息 而且 另外 最近 中概股 不是升上來 是 當然有很多 不同的消息 去傳 為什麼有一件這樣的事 其中一個 就是 審計問題 審計問題 就是 美國那邊 應該會提前 審計 完成 所以 令到一群 中概股就會上升 但是 小心 這個消息 我不知道 3月那時候 3月是否跌到萬八 那時候 跟著 升回那一下 其中一個消息 都是說 中概股 會計準則 是搞定數 現在又是說這件事 我經常覺得這些新聞是在愚弄我們 是啊 未必是100%愚弄 但是 純粹是借Di去做一個解釋 去做一個解釋 因為 3月份 他們現在 都是在說 半年 多一點 那時候 完全都是在說 這個消息 那時候 至少由萬八升回 上兩萬多 所以你說 很多時候 特別是現在的市況 加上美國選舉 不同的俄烏等等的政治因素 所以 大家面對著這些消息 真的 小心 是啊 這樣 所以 至少 如果大家 駁好短期的話 例如 之前 港交所 或者是 騰訊 都升回 現在又跌回了 是啊 是啊 反而 坦白地說 騰訊這隻 東西 都是那句 基本上 我每一集都有提及到的 你是愛股來的 不是 這隻東西很穩陣 而且它是不值得這麼少 是啊 是啊 所以這隻其實我一旦有就進了 是嗎 是啊 一旦有就進了 如果價格不是太過 跟現在的市場相差得太遠 所以現在二百三十幾 其實我也覺得 跌多一點點 上次講過 上次晚四 跌多下去 一百九十幾的時候 就應該全都進了 是啊 對 我們沒有做到這個動作 那 那 到當時當然沒有這麼大答 你看回頭當然是 當然是 但是最近呢 最近講的 股票是熱門一點的 都不能不提及到一些關於來房 之前 平時 九月十月 如果在對內地的房地產來講 都一直講金九鈴十 即是九月十月是一個 買樓號時機 是的 但是當然 今年的金九鈴十就沒有了 但是 不妨去看看 雖然這裡 就這樣看標題 好像一個不好的消息 但是其實它是跌少了 就是說 之前 我看到之前 這裡 年初至今 的銷售 本來跌了40% 但是現在說 最近這一季 是說 跌幅已經是少了 可能是跌20% 是的 所以 想講的就是 為什麼 最近的內銀 雖然 不算說一些 很好的 很好的消息 但是 都看到會 跌完之後 就會升回一些 升回一些 雖然我說升回一些 其實比最低位都升回不少 最近 就是彈起不少 所以 當然 也是那句 現在博內房 也是一個 很高的選擇 你可以博 但是 要知道自己是在博 就不要 轉炒變長渣 你知道 有些地方 不對勁的 可能走了才會 穩陣 鱷魚法則 沒錯 咬住一隻腳 你還搞他 小隻腳就不要了 哈哈 還有 我知道 你跟Alan之後 會講一些 運動相關的 topic 是啊 是 什麼時候開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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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住很近 我跟Alan 旁邊 是啊 很附近 去大家的會所 玩一下 因為我以前是做健身教練 其實 我最 SME 我的事業領域 真的是在運動方面 OK 為什麼我無端說運動呢 因為在看一些運動股 嗯 就是 李玲 現在國內一些運動品牌 包括剛才說李玲 或者一些 安達體育 這些 最近 也有一個新的消息 就是國內去鼓勵 就是由體育總局開始 鼓勵這個 戶外活動 消費政策 所以就會令到 大家最近看到 例如李玲 安達體育 或者是 波斯登 這些相關的股票 是好了 那麼 長遠來說 這些 運動方面的品牌 是 會受惠的 那麼 所以 如果大家 去看 如果真的 很手衡 很想買東西 很想去看看股票的時候 可能 這個 體育板塊是可以 研究一下 沒錯 沒錯 或者留意著 你和一樣的節目 都可以 完全不關於股票的事 沒關係 因為 很多 網民 都很注重健康 注重養生 所以 如果你說 體育方面 我相信 都會有它的市場 是 是 好了 然後 剛才說到一些 主要的板塊 包括 剛才說 由 港交所開始 到現在 體育用品 方面 然後 最近你也是在看 世界股 是嗎 是啊 是啊 話說 昨天我看了兩隻 那我就 看看 昨天最多是哪兩隻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在這個8號的時候 升得最多的兩隻 就是 這個 三葉草生物 對了 還有這個 潤哥互動 然後 因為職業病的問題 我第一時間就在他們的底 他們的董事長 各方面的事情 究竟是 做些什麼的呢 為什麼這隻股票 突然間會升這麼多呢 那 原來首先我講一講 那隻 生業草生物先 那這隻 董事長的來頭 其實就純粹是一個 文人 是的 不是生意人來的 也是讀書 研發一些 的 嗯 關於醫藥 可能是 他有很特別的 我鼻線 那些 是的 然後 總之就是很多不同 在四川那邊就是一些教授 是的 那 為什麼會升了這麼多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其實 昨天出了一單新聞 那單新聞就是 講 他們這個 的疫苗 是的 有機會 有機會 預計 在這個第四Q 第四季的時候 會完成這個的註冊 那 導致到 很多人第一時間 就進去買 就覺得他這隻股票的潛力大 那 所以導致到 他差不多升了 他其實前前後後 在昨天盤中的時候 差不多升了90% 那麼多 是一枝火箭的 這個很誇張 是的 但是這個新聞 很搞笑的 他出這個新聞的時候 其實就大概是 兩點多 七點多 八號 七點多人出 那 所以其實如果你買 同一個時間 是根本跟不上的 但是我是之後 看回之後才發現 哇 原來有隻這樣的東西 在那裡的 那你說 那個潛力如何呢 我就 我就不會再 看一看而已 這個純粹是 是的 因為他今天都跌下去 跌了10% 就是昨天升得多 今天就跌多 因為今天他有上榜了 他就是今天跌得最多的 是的 很好笑 不過 是 看回他 其實他不算是一個 太久的股票 其實他在說上市 應該是去年的事 是啊 所以 當然 他一上市之後 就遇到 由去年到現在的趨勢 都一直下降 他其實是 吃正 就是醫藥那個問題 的 早前那些醫藥股 不是很熱的 全部都炒得 今天上榜的 都有醫藥股 是的 都升了20% 整個款中的時候 都 呃 我見你之前也有 一路去講開醫藥股 你也是有看開 醫藥這一部分的 是嗎 醫藥? 因為 我以小小的 那些叫做哲學 又不是哲學 是 飽亂私人肉 那些人通常 你 所有東西都 又賺到錢又成 又或者賺到錢 你最尾你也是 注重回健康的 嗯 那所以 醫藥股 為什麼我會去看 因為 你去到最尾你 都是要花錢 賣藥 你所有生物都是 基本上 除非你有自己 病 有自己的性 是的 是的 所以醫藥股 會有它的潛力 因為這個都算是 慢慢變成了 必需品 是的 還有很多政府 其實 都不是太過 可以投資資料 去一個 體系的 醫療設備 那方面 這個我留意到 是的 所以 醫藥股 就會是 比較 比較有趣 而且 它剛好是疫苗的問題 所以才升得那麼多 不過 另一隻呢 另一隻 反而我就有一點點看好的 是的 也是昨天升了43% 就是這個潤哥互動 那它在玩什麼呢 現在呢 在中國那邊 其實所有人呢 你看到抖音 TikTok 各方面的 平台 一些 智媒 我們俗稱他們是 那就是很多時候 玩一些 Online平台 那些這樣的東西 而這間公司 其實它類似是 Marketing 那樣的 它就是負責 做一些 銷售推廣 可能是 一些 禮品卡 數字優惠券 或者是一些 充值券 這一類型的東西 另外有一個 Sign Business 不可以說浪費 都是同一間公司裏面 就是負責做一些 IT 維護的東西 OK 那就是一些外判 因為其實很多IT 都是外判的 大家都知道 那它在大陸 其實它那個 收益 是 如果每年 從2019年的增長 到2021年的增長 其實是幾誇張的 如果說 它在2019年的收益 是八千 八千萬 八千九百幾萬 八千九百幾萬 但是 到2021年 其實是去到兩億多 那麼這個升幅的誇張 是 先說到2020年 2020年 就是大概一億多 那麼 如果2020年 到2021年 其實是差不多 那個收益 是升了 94.7% 這個是非常之高的 那麼至於它們的毛利 那方面 其實就是每年都 2019到2020 就是69.8% 是的 他們的毛利 那2020至2021 就剩下44.93 那麼發生什麼事呢 我自己看下去 就是覺得 賺到錢了 那麼很多時候 就要影響了內市場 公司開發 營運 那所以它們的毛利 相對性就會少了 對了 那麼 那麼 所以現在 之前呢 一路的新股呢 就 之前表現一路都差的 嗯 因為就是 講一個大市都差的時候 那麼新股呢 當然也都不能行免 但是呢 現在呢 剛才 就是剛才說的 都算是半新股 嗯 就是上市了 一段時間 那麼 2422就比較新的 是啊 是啊 就是 1997就 就來一年 接近一年左右的時間 那麼 但是 就是看到它現在 都會 就是有一點消息 就會 好一點 都是火箭仔來的 很少量 就是很少部分的 世界股 是做到這件事的 那麼 那麼當然 就是我 也都 也都看回 如果現在 你看回它的 C-Cars的話 這個是剛剛說的 就是2422來的 那麼 其實都幾 都至少 都幾集中了 在 在頭幾間 券商那裡 嗯 所以都算是 如果去 就這樣去 看一隻 新股 或者半新股來講 那麼 這個都是個重要的指標 這樣 那麼 那麼 這隻 我覺得是有些 有得想的 其實這隻是 你說 好坦白說 買股票 好像都是賣它的價值 那麼去玩這些 自媒的東西 媒體的東西 其實 是啊 現在都是這樣走的 全部都是走媒體 所以我們 就會有 下面 是啊 是啊 那另外 那另外一件事 就是 可以說是 相反 為什麼呢 因為你剛才說的 新股 和半新股 都是一些 最 最 危險一點的東西 就是 風險大一點的東西 但是呢 現在呢 其實也有不少人 就是 分了兩派 現在有一些 就很想買回股票 嗯 有一些呢 就簡直不想去 再 搞一些股票 是 那就是 現在 就很多人 越來越多人 看看定期 嗯 你多不多朋友 去 留意定期 或者未必是 同輩 可能是一些 長輩 這個呢 就比較特別一點 是 我自己都不想去留意的 但是無奈地 因為我的行業問題 我是做這個 金融業的 recommend 那經常性都會聽到 很多banker 就是跟我說 因為我都會八卦問問 他們 我現在都這樣 你們有什麼sale 是 sale不到的 你保險沒有人買的 那現在其實很多都轉了 做定期了 是啊 就是他現在推定期 是的 定期 年金 這些就是一些收息為主的東西 正如你現在的圖表那裏 這些他們都有跟我提到的 因為我都有問他們 這條數這麼大 你怎樣 你有什麼sale 就是 就唯有是 是的 就是 因為我知道 我們網民其實 都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類型的投資者 有些當然也是比較穩陣 那我自己 就算是市好還是市差 其實我都會有一部分 是 放在一些 比較穩陣的東西上 這些比較穩陣的東西上 所以現在 包括 其實我是聽 長輩多的 最近說 他現在就選擇 不如放定期算 因為現在看外面 風大浪大 是 如果你說 世價股也未必買中 是 買錯的 就直接PK 是吧 升四成 也可以 少少幾萬幾萬 這樣玩 是 沒錯 但是現在他就會 看回 定期 因為現在說定期 我想我 由 小到大 都很少聽到 現在定期可以 可以 到有四里 可以 所以這個是很好的 saleing point 是 所以 大家也要想回 自己的 投資策略上 有一些 可能會很薄的 真的會 好像 剛才Peter所說的 真的會薄一些 剛才說的 二十多三十億市值 這麼小的 世下股 或者 好像我們之前網民說 工行 或者內銀 去薄收息 如果 風險作為 再低一點 或者想暫時 維持住 可能過了 半年 或者九月之後 再算 其實現在的收息 也是一個好選擇 因為現在四里 但他四里 有沒有說過年期 要多久 他在說 十二十 三六十二 其實 半年都有 就是 三月都有 但是 可能只有一間半間 如果你說三個月的話 半年會多些 多幾間都會有四里 還有 不要忘記 這個是 我講的 這篇新聞是 前日的 但是 加息週期還未完 接下來的 年底 可能會加多一次 美國 明年 至少 第一季 大部分 分析師 都猜 還會再加一加 現在的分期 究竟是 去到Q3還是Q4 明年 才去 不加 都還未說到 減 是說不加息 可能一直在高位 所以可能 四點二五 好像說 他們打算加到 對 所以現在 看到這個息 真的在說 現在 如果你可能等到 十二月底 或者 明年初 可能會再多一點 也不定 所以先說 為什麼我們 上兩個星期 說 如果要再推i-bond 你說推得到兩里就好 兩里 兩里幾 大哥 不要搞那麼多 買了就生氣了 唉 好 不如 放定期好過 對 所以 如果大家 去想 也有些人 我知道 他很想去 去買股票 但是 又知道現在 買就很容易輸 所以 他就會 鎖了一筆錢 放在定期上 讓自己 手行得來 都不會那麼衝動地 去禁制買股票 哈哈 都是一個 自製能力的 好表現來的 這樣 所以 就 對了 所以 接下來 正如我們 剛才 我們剛才所說 如果大家 想看 關於股票 方面的事情 不妨 等多 一段段時間 第一 我想 主要是兩件事 第一 就是看看 現在的中期選舉 以及通脹數據 會怎樣 這個是 這個星期的事 第二 就是 看看可不可以 再過 恒指 可不可以 再 向哪邊 走 究竟是 將會去 14,000 還是 真的可以穿到 現在的16,000 7個位 因為我常常見到 現在的16,000 7個位 其實是 很多人有貨 在那裏 是等於銷售的 所以 如果大家 要買的 不妨去再留意 買這兩個時間點 我也繼續留意一下 一些 世界股 因為 現在 其實如果說 藍醜的話 大家都 聽到悶 藍醜的話 世界股也會刺激一點 我看看有沒有哪一隻世界股 可以維持到兩天的升幅榜 暫時還沒看到 全部都是一天 升完上去 第二天就 又跌回去 是 都是一下 都是一陣 是 就是那一下 但是 那一下 怎樣才可以看到 研究研究 是 好 等你繼續留意 這些刺激的事情 OK 好 這次我們一週講過的時間到這裏 謝謝大家 拜拜 小朋友 好 好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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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 小朋友 不ù